景田在29岁之前就集齐了其他女明星一辈子可能都达不到的巨星阵容 宁浩给她拍MV 还没毕业就合作赵薇 刘也 就连成龙 刘德华都要给她作配 19岁的景田推出了人生的第一支单曲 制作人是张亚东 MV导演是宁浩 音乐圈只有两个人集齐过这个阵容 一个是朴树 另一个是李玉春 大学刚毕业就合作孙宏雷 吴振宇 金喜善 成为电影战国的绝对女郁浩 为什么会让这么多大咖给景田抬脚 这个未解之谜的真相在景田搭档成龙 甄子丹 赵薇 刘也等大咖出演的一系列作品后 终于浮出了水面 这些作品背后的投资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陆征 有人说他就是景田的金主男友 有人说他是某达的大股东 这些爆料其实都经不起推敲 某达股东已经被国民老公否认了 作为景田经纪公司的老板 自家投资的戏彭自家艺人也无可厚非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没有陆征投资的电影《长城》和好莱坞两部动作片 金刚 樊太平洋 景田又是如何拿到的能力 和金球奖影帝马特达蒙平起平坐 合作斗森布利拉尔森进军好莱坞 好莱坞为他专门开设了一个奖项 景田的资源甚至比广力还强 哪怕是陆征都不可能有这么强的能力 景田背后的神秘力量到底是谁呢 《长城》选角出席 导演张一谋对林梅将军的角色只有三个要求 费英语又舞蹈中抵抗出半年时间封闭特军 光最后一向就把很多明星拦在了门外 而景田却在合同都没走的情况 背着行李就跑到美国封闭训练了半年 这个角色是景田不顾一切针来的 特殊身份里跳楼搏斗这些危险动作 都是他亲自上阵的 这个角色是景田拼来的 拍《环太平洋》的时候 他的膝盖旧伤复发 需要用透丝针辅助拔罐剪击痛苦 这个角色是景田硬撑来的 其实一直以来捧景田的人就是他自己 背后的神秘力量更像是公司为他打造的人设 自掏腰包买高顶 父亲是某高官 景田是国民老公的小妈等一系列谣言 让他路人员惊悔 尽管景田一再否认 蓬不火的景田成了大众 对他的唯一印象 可能连景田自己都没想到 他的翻红竟然是因为被资本抛弃了 已经和娱乐宣化经界线的王思聪 竟然为景田的新剧站台了 2017年突然传出景田被金主抛弃的传闻 资源也一落千丈 从来只拍大制作的他 竟然开始拍电视剧网罢了 而他也从没有演技的资源卡 变成了网友口中的狐咖 半嘴中有一句恶评是这样写的 只要有景田片子必然瞎 那时候的景田估计没想到 有一天自己会收到赞叹他演技的评价 思腾让观众第一次get到 他原来也是有演技的 景田的定装照曝光时 就引发了援助党的赞叹 景田和思腾有多契合呢 连书粉都感叹让景田演思腾 没让他直接把思腾从书里抠出来 柳叶万眉加上一股红疼 古典美人氛围一下就出来 景田也为了这个角色 不惜把自己的眉毛剃掉 半年都不敢自拍 但他却谦虚地表示 能演思腾是他的幸运 这么多年景田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比较幸运 被误解是资源卡 他说自己比较幸运 接到这么大的制作 被说有金主 他说自己比较幸运 男朋友是他的贵人 在大众看来景田确实是幸运的 但却不该用轻飘飘的幸运二字 得盖他所有的努力 对视不对人就有态度的靠谱专家